记住了啊 身体一旦出现下面七个信号 你一定要小心 这是提示你的肾经不够 赶紧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些问题 第一就是出现心悸失眠 胡思乱想 这是肾不能够化血 而血不能养心所致 第二呢 事物不清看东西模糊 这就是肾经亏虚的表现 第三 头晕目眩 这是肾经不足了 不能上冲于随海所导致的 第四 疲劳乏力啊 这种情况因为精血不足 不能润阳所致 第五 腰膝酸软 肾经不足 肾气亏虚所致 第六 口干舌燥经常放气 这是肾经亏虚以后 精气外溢了 第七 就是耳鸣耳聋 脾气暴躁易怒 如果肾经衰弱了 不能润阳耳翘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由以上表现的朋友 该怎么办呢 建议你试一试 这个老中医留下的好方法 取黄旗 党参 麦冬 西洋参 把这些放一起 开水冲泡五分钟 每天一杯 兼吃一周 你再看看 嫌麻烦的朋友 左下角小黄车里 有给咱们配好的成品 里面都是精选 甘肃民间的 黄旗 云南高原的老党参 等四味地道的草本 每次一包 开水冲泡五分钟即可 喝起来 口感清润甘甜 赶紧去试一试